HELLO 大家好 今天敬禮要跟各位來介紹的車款 是我們經常在直播影片上有看到的車款 這台是HONDA CR-V 5代 敬禮有常常說這台的5代非常的超值 因為引擎也改了1.5升的渦輪引擎 以前的話可能2.0、2.4之類的 比較耗油,然後節能效果沒有那麼好 引擎輸出的動力也比較順暢一點 畢竟是渦輪車 底盤之類的也跟前一代的完全不一樣 前一代的CR-V 3代、4代它的後懸吊系統 雖然一樣是躲連桿 可是它的行程避震器的擺臂位置比較偏向內側 所以它作動起來的感覺會比較直接一點 這一個世代的5代它的底盤比較像是Golf的5代 或者是之前前一代的Tic 1 它的底盤懸吊系統彈簧跟避震器就變成分開了 但它這台車有一個罩門就是經理不太喜歡用乘坐起來 或開起來的感覺來跟各位來做表達 我比較喜歡用數字的方式來跟各位來做解釋 這一台的阻擬值什麼是阻擬值就是這個 這個車CR-V 5代後面原廠的筒身 那在歐系車像這個下壓值還有回彈的力道 它的阻力就會做得比較強 這個叫阻擬做得比較強 這一台車它的阻擬值如果我們測試的數據 這個跟每秒0.2公尺 就是我速率的話每秒0.2它的T值跟C值大概都100上下 非常的舒適非常的軟 那如果是改裝成KT提升的比例大概會做到 因為KT的之後就變成是軟硬可以調整嘛 所以如果調到最軟大概還比原廠硬35%左右 那調到最硬大概有硬到80% 所以它能夠調整軟硬度 可以從KT的軸心上面來調整軟硬度 在後面彈簧的部分 K值的話也會增加 像這個原廠彈簧它的K值比較小 KT的話就把它換成6公斤的規格 對於這台車的車重跟懸吊的設計來說 算是一個專用的規格 前方的彈簧公斤數就配的是7公斤 那上座的部分 這個後方的上座是要沿用原廠的 它有一個蠻大型的上座 這個世代它也是一樣學歐系車 在拆裝上不需要再拆到內裝了 直接我們把車頂起來 這個上座在輪胎的內側上緣 就可以拆掉避震器的上座 下方的話就只有鎖一顆螺絲 在拆裝上也比3代4代還要來得簡單許多 剛好今天我們早上是拆裝的是4代 現在拆裝5代 現在還不到拆裝到現在大概只有40分鐘而已 就已經大部分快好了 所以拆裝的速度也會比較快 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這個是後面CRV5代的後上座 它長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上座其實不太會畫 所以這個上座我們就設計成沿用原廠的上座 在上座的下方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顆旋鈕就是在調整軟硬度的 往順時針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變軟 它的後方的筒身KT就是這個樣子 來給你 那我們來看看KT後面的彈簧裝上去的樣子 上面的橡皮的話是不需要沿用的 原來是這個樣子 可是下方的橡皮啊 它需要沿用 而且KT的設計的話都是做專用的規格 這裡有一個橡皮墊 它要懸進去砍起來 砍住這個橡皮 所以這個的下方彈簧的內徑的規格 都是要做成專用的規格 那這個機構就是High Low Key High Low Key是在調整後面的車高 如果要比較高 這個剩餘的距離就會比較多 它這個High Low Key加上彈簧的長度 整體長度就會比較長 所以車高就會比較高 那今天的車友有說它最主要的並不是要降車高 是因為後座家人小孩子很容易會暈車 所以只希望啊 把阻尼把它加硬就好了 但機理有稍微把它降低了大概半支 補到一支左右了 會稍微比較穩一點點 好這個是後面的部分我還給師傅 那在後面裝好的樣子就大概像這個樣子 為什麼經理會說這個跟Golf的車系很像 如果是Golf的五代六代 它的固定點就是在後仰角 如果是Golf七代MQB底盤 它就是固定在支幣這個地方 所以它的桶子的長短度會比較長一點點 它如果是Raffle的五代 它也下百幣的話類似的設計 可是它的避震器的桶身啊 會比較偏向支點 所以它的行程就做得比較短 這一代的行程喔 KT做設計啊 大概做到180mm左右 所以它的作動行程 什麼是行程這個地方 銀色的活塞桿的範圍 這個從上緣到這裡 這個範圍就是它的行程 KT的行程也設計得比較長 所以乘坐起來的舒適度 相對就還會保留一些原油 修理車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這台車有一個安裝的小技巧 就是如果我們把桶身啊 縮得太短的話 它的盤網可能會預載過多 但是不要把它桶身縮得太短 這個桶身長短 它並沒有辦法改變車高 車高是剛剛彈簧上方那個調整機構 它才有辦法改變車高 車高的改變是靠這邊 這個桶身只是在調整彈簧的預載值 那彈簧的話不要把它預載過多 預載大概5mm 不是5公分喔 是5mm 一點點 剛好碰到就可以了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如果今天因為車高沒有要降低啊 如果車高有要降低的話記得 建議要改裝這個羊腳調整器 那今天的話因為沒有要降低很多 所以就不需要改裝了 好那我們來看前面原廠的避震器 這個是前面的原廠避震器 二代三代四代五代都是賣花層 可是二三四代 它前面的羊腳 是跟一般的日系車一樣鎖兩顆螺絲的 這個像是歐系車的做法 是插入兩角再鎖一顆螺絲 所以它的設計不太一樣 但整體上這樣的懸吊系統啊 都是賣花層 賣花層不只是負責上下 遇到坑洞時候的處理 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的左轉右轉啊 它避震器也有負責喔 所以賣花層的作動起來會比較辛苦一點點 那這些的零件喔 都是做專用的規格 這裡有ABS感應線的鎖點 這裡有一個扣具 這些全部都是跟原廠一樣 離載串的話 有的日本某個R牌的做法 它是做的腳管做的比較短 然後離載串的話 那個品牌它有附短的離載串 但KT的話不用 KT的話直接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用原廠的就可以了 不用再換規格 這條彈簧比較特別值得介紹一下 一般像是日本R牌的 它所配置的是直捲式的彈簧 直捲式的彈簧 如果要比較偏向禁忌的話 也許很OK KT的話也有直捲彈簧 那但是這台是休旅車 所以有絕大部分的車主想要的感覺 希望它改裝避震器之後 不僅僅只是操控性變很強 但舒適度完全沒有不行 這個休旅車的話 通常都還要承載家人 所以KT的設計是希望能夠保留大概60%左右的舒適度 所以前方的彈簧 KT的設計是做一個燈籠型的彈簧 它是一個大捲200長7公斤的 所以它的行程會比直捲式的彈簧 還要來多出35% 也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因為一般的直捲彈簧 壓下去之後 它的回彈力道就是直上直下 可是這種彈簧 它是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壓下去之後 有一部分的力道會往兩旁釋放 所以下壓回彈的速率會比較慢 相對就比較舒適一點點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原廠的彈簧 也都是圈徑都做得非常的大 相對就比較舒適 那這一台車的上座在這裡 拆裝也更簡單 比早上的四代更簡單 直接從這個地方塞三顆螺絲 那軟硬度的調整 這個重點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往順時針 有柯H的LOGO的地方 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調整的時候 副駕端跟駕駛端左右邊 記得一定要對稱 那這一顆引擎就是1.5升的波輪引擎 那KT的用料的部分的話 像是我們使用的是 義大利IP的阻尼油 然後日本NOK的油風 這個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那如果 阻尼日後用了可能3年5年之後 有可能衰退了 也都可以翻修 也可以針對單一的零件來做汰換 譬如說防塵套壞掉了 饅頭壞掉了 都可以維修 都可以汰換 那如果有想要試乘的話 這台車可厲害囉 KT的話CRV的五代 另外我們在桃園的龍潭 在平鎮地方 有一台CRV五代的試乘車 在台中 台中的五系車 老闆自己那邊也有 CRV五代的實車 可以提供給各位來試乘 如果有想要試乘 記得跟我們小編預約聯絡 OK 以上是今天CRV五代的安裝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